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9日 早上9点40分 我是人称 玉树林峰 风流替躺上智 贴滚下智 地理 庞吉 丛与鸟兽 五行八卦 足球 篮球 桌球 无一不知 无所不经的 人称台南永康第一 财子的吕布二世爷 我刚刚顿了一下 是因为我在想说 第一财子这个说法是不是 把它更改一下好了 我是人称台南永康区 第一大屌男吕布二世爷 换这样的说法如何 好像也不好听 算了 反正这几个月来 心情真的是越来越好 老实说 每天都是微笑的睡觉 但如果大家问说 为什么心情越来越好 来嘛 你看嘛 你看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闻 中共病毒将入侵台湾 两岸死一大片 有人说这是阴谋 习近平准备 不是准备 他已经放毒了 就是把武汉肺炎那些本来的那些毒放出来 然后让 65岁以上的这些老人死掉 年轻人因为抵抗力比较好 可能有一些人不会死 但是年纪大的 就会死掉 这样可以减轻中共的人口压力 而且中共地区 65岁以上的人 早年都参加过文化大革命 当过红卫兵 他们知道怎么搞革命 而且共区 65岁的人 这些都是老油条 他们也经历过六四天安门事件 很多历史事件他们都参与过 他们都明白共产党的真面目 习近平怕的就是这一群人 藉由这一次病毒 把这一群老人全部消灭掉 好处很多啊 减少反抗的力量 减少反对言论 减少人口压力 减少老年人 这些大量的慢性疾病患者来消耗各种资源 那反观 反观台湾就不妙了哦 因为台湾现在对中共地区 来台湾的管制很松啊 现在要过年了嘛 至少会有好几三万人会涌入台湾啊 这些大陆地区来的人 会把病毒带进来台湾 但台湾 会不会像中共地区那样 把某一 某一 某一族群的人都消灭掉 台湾不会 因为台湾的健保制度很好 保养品什么保健食品很好 而且医疗 医疗发达 所以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 并不会被消灭掉 而是 而是会成为怎样 大量住在病房里面啊 所以 年轻人 台湾的年轻人生病了 就没有办法得到医疗 所以 同样的病毒在中共区 就是老人都死 大量死亡 年轻人 活下来比较多 那 在台湾就不一样 台湾就变成说老人 活得好好的 年轻人会死更多 因为老人就是在医院里面受到很好的照顾嘛 尤其是大台北 大台北都是 大台北的老人 65岁的老人都是高级外省人 比较多 都是军公教人员呢 这医院他们都有最好的健保 他们有很好的人脉 所以他们可以享用最好的资源啊 像台大医院这些 你看你看柯文哲 他当台北市长搞死那么多人 搞烂 搞烂台湾的 的这个 防疫体系 然后他还可以这样的人 还可以回到台 台大医院当医师 过他安稳的日子 你就知道说 台湾大学这个 台大医院这个地方 已经不是以前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地方了 这边就是变成什么 巨二大墩的这个养老院 所以中共的病毒一旦进入台湾 台湾会死一大片 可能左水溪以北 大概就是要向美国专家预言的 大概就是60%啦 左水溪以北 那现在 民进党政府也知道了啊 你防疫做得好没有用啊 你防疫做得好你没有 没有选票了 那何必呢 所以现在有人在批评说 现在的卫福部 这个黄毅 好像对中共那边漏洞百出 啊漏洞百出又怎样 啊不漏洞百出又怎样 对执政党有什么用 没有用嘛 那就让他漏洞百出啊 左水溪以北死一大半啊 这样台湾的人口压力也少嘛 是不是这样 你看嘛 台中公车 之前司机聚在老人 然后还打那个建义勇为的女子 没有人去 没有人去建义勇为去救那个 女孩子 这个新闻 公开了隔天 又是台中的公车司机 开那么快转弯 前面就是斑马线 现在不是都规定啊 你开到斑马线你就要减低速度 你要停看厅 没有哎 速度照样那么快这样就给他转弯 把把三个人哦夫妻用手推车推着 儿子 儿子 三个人都被压下去 然后 这个丈夫说 公车 压到人的时候没有马上停下来 再度往前开 才把他的 在这之前呢 他只说他自己是一个外星 太太跟儿子压死了 所以两个人死了 哎 这这这这这种 这种压法让我想起 二十多年前也是台中市 当时台中市世界上都是沙石车 因为左水溪上游都在踩沙石嘛 那那那个时候要建台中港嘛 沙石车都在台中市区横冲直撞 压到人呢 他他会再再来回碾压哦 压到人以后 他再倒车再把人确认压死压扁 压到内脏都拼出来 那我这样蹦裂为什么 哎 司机 当时沙石车司机压到人 来回碾压还会下车看 如果说看到 没有 没有碾死 还还有一丝气息 他会再上车 再度碾压 再上车再碾 哦 有时候就是 来回 撒死车司机 下车看 上车 哦 再来倒车碾 再下车再看 哦 还没有死哦 再上车 再碾 这样搞了好久才 彻底把人碾死了 撒死车司机才放心 啊 当时也是没有人会建议勇为啊 因为不敢啊 你如果敢建议勇为 台中的黑道就会开枪把你打死 为什么当时的撒死车司机要这样做 因为 你年死人只要赔10万块台币 哦 啊 你如果没有年死人 你要照顾那个死者 不是啊 你要照顾那个 瘫痪的伤者呢 一辈子 哦 那花下来就是 千万以上啊 所以 当时的撒死车司机就是干脆直接把你 一定要确认碾到死为止啊 哦 啊 有一个 东海大学的大学生就是这样被碾死的啊 来回年死啊 司机要确认说 哎 其实本来那个 东海大学的 黄同学他只是 那个男生只是 稍微轻伤而已 哦 啊 没有立刻爬起啊 哦 结果那个撒死车司机以为说 啊 糟糕了 搞不好这个男大生会瘫痪那 那就 因为台中港路也就是现在的好像叫做 现在好像叫做大学路还是什么的 台湾大道 哦 还是 以前叫做中港路 那边有很多大学嘛 东海大学 静怡大学 哦 有很多大学生啊 大学生 常常都被撒死车 免死啊 哦 这个东海大学大学生 男生啊 本来只是轻伤而已 结果司机赶快上车 就在 在莱匪把他碾到死为止啊 哦 然后他妈妈知道 他儿子是这样被莱匪碾死就很伤心 就是 很有名的黄妈妈是 黄妈妈 哦 然后黄妈妈就一直 去 因为后来司机就判 当时的司法是 很不公平的啦 没有什么司法制度可言 哦 哦那个 法官都轻判啊 那个沙石车 就是缓起诉 缓起诉啊 然后赔个十万块这样就 要把家属打发 哦 然后 一般的家属都不敢再上诉 因为 他们都是黑道嘛 那黄妈妈也一样啊 他他要上诉啊 结果沙石车黑道 就直接登门拜访恐吓呢 你是不是连你自己也要被被压死 哦 你敢上诉你你试试看啊 哦 结果他还是 果然法官司法 没有还他公道 哦 人家管你哦 你是一个小平民而已 哦 所以他就每天去立法院那边跪啊 哦 啊当时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占大多数嘛 立法院 都是国民党大半 没有 根本没有人要理他 而且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还叫警卫把 把这个黄妈妈 赶走啊 说 他每天在立法院门口拉布条 难看死 哦 每次他在那边跪 就把他 赶走 他就这样跪了八年 一直跪 一直跪 跪到直到立法院 出现 民进党绿营的立法委员 哦 我忘记 你们自己 维基百科去 打那个黄妈妈 杀石车事件 也就是现在台湾第三责任险的 发起人 就是黄妈妈嘛 这个事件很有名 就是因为他的抗议 哦 哦 才有第三责任险 那 要求法官 对于这个 杀石车司机啊 故意来 来回 碾压 碾死人 这个要判死刑啊 哦 应该以杀人罪来判啊 所以后来 杀石车司机就不敢再 再这样 你只要 有倒车 你就是杀人 所以后来就不敢了 后来后来大部分 不只杀石车司机啦 就是开车的人 压到人 再也不敢来 后来就不敢再往 往后再故意把人粘死 哦 就会停下啦 哦 但是 台中是这一次这个 根据伊拉克级的那个 丈夫的说法是 哎 那个司机有 他 他好像不是说倒车 把他粘死 而是说 已经撞到了 他没有停下来 他就再把他开过去 如果这样也是一样哦 这样跟倒车 一样 都是杀人罪哦 你已经压到了 你没有马上停 你还故意 按 upside or kunt 人体 肉作?的 怎么可能 挡得住公车 那么重啊 你再把他开过去 这批就必死 这样也是杀人罪 所以说台中市的公车 希望法官要秉公处理 很难 因为是国民党执政 我是想问 听说被压死的太太 女孩子是要学习 第一名毕业的 硕士班第一名毕业的 他爸爸视为掌上明珠 所以我们新闻看到他哭得很伤心 我是想问他说 你们投票是不是投 台中市市长选举 你是不是投给卢秀燕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你投票投给卢秀燕 然后卢秀燕主政的台中市公车 压死你的儿子跟孙子 那你要哭什么 你们自己投票选的啊 宗教界有一个说法嘛 放下 放下啦 放下一切 要 要向中共 中共地区那边是什么 他们都是 这个 这个灾事洗半 洗事 像是办伤事 伤事像是在办洗事 你看 中共地区那边 那个火葬场每天烧死 火化都来不及哦 结果中共当局还在 那个火葬场还在开庆祝会 说业绩暴增啊 然后那个浙江有一家医院也是 以前急诊病患人数都没有那么多 现在 每天爆满 那一天在庆祝的是 好像庆祝说 就医人数突破300万人 然后拉红布条 放鞭炮在那边庆祝 中共习惯上就是 上市当喜事办啊 台湾地区的人 你也可以学着这样办 放下 上市当喜事办 宗教界 台湾的宗教界 讲的就是因果轮回嘛 他一定会跟 跟这些 受害者家属说 你 你要放下 你要知道 我 所谓因果轮回 今天 你的儿女 为什么会被 公车司机压死 那是因为 我看到了 他前辈子呢 这个司机啊 是前辈子呢 是受害者啊 你的儿女呢 我看到他们呢 拿那个 面包啊 一直塞给这个 司机吃啊 一直把它撑死啊 上辈子这个司机 就是这样被你儿女 用面包 用肉包呢 活活塞死的啊 塞到肛门都 脱肛脱粪啊 所以他这一辈子呢 他就来报仇了 宗教界不都是这样说吗 所以要放下 放下 像现在 共区那边 一大堆人都死了 因为得到武汉肺炎 台湾也死了很多人 每天都 好几 好多人死掉 宗教界会怎么说 这些人啊 都是死的 死的因果报应的 轮回之中啊 他们前辈子呢 就是作恶多端啊 所以这一辈子呢 得到武汉肺炎 不能呼吸啊 连火化都 没办法火化 尸体腐臭啊 受尽折磨 受尽人家的 耻笑 然后才死 这是因为他们前辈子 做的事情 太 太 太坏 他们这一辈子 要来还了 宗教界不都是这样 这样说吗 不然你们不会去花脸 问那个正眼法师说 为什么中共地区 这边死这么多人 台湾这边地区 武汉肺炎 死这么多人 我想正眼法师会跟你说 啊 放下 好 今日 今日 昨日 做者 是啊 他们前辈子呢 噪孽太多啊 所以今天会有这样 不然你们去问问看嘛 你看正眼法师会怎么说 宗教界的说法就是这样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心情 我最近心情越来越好 就是这样嘛 我从小都是被人家笑的 父亲瘫痪母亲瘫痪 左右邻居亲戚每个人都都在笑啊 都说啊 你爸爸当老师怎么会这样 我再猜啦 一定是人前 人前是好老师 但是上一辈子一定是作恶多端啊 你妈妈也是啊 看起来 看起来像熟女好人 前辈子不晓得干了多少坏事 所以这一辈子才会瘫痪 你这个看起来像是孝子 但你怎么会沦落到这样 连前途都因为父母亲生病而耽误 你一定是上辈子 你搞不好你上辈子杀人夺财啊 所以你这辈子有报应啊 活该啊 这就是为什么 像我姐姐 她绝口不提父母亲生病 而且一直在避免 让人家知道她的父母亲生病 所以她躲得越远越好 好像父母亲生病跟她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她觉得可耻的 她也不要让人家知道说 她有这种父母亲 觉得可耻的 因为 宗教界的手法就是 这一定坏人啊 前辈子是坏人啊 这辈子才会这样啊 活该啊 大部分的手法就是活该啊 你看我这几年来 承受了多少的耻孝啊 父母亲蒙受多少的冤屈啊 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心情越来越好 我现在换大家了啊 你老爸 你阿公你阿妈为什么会得武汉肺炎 跳起来 换成你们以前对我爸爸妈妈的说法 现在我后患啊 前辈子拍廊嘛 这辈子才会这样啊 不能呼吸 脱缸脱缸脱缓 全身 这个蚕食 你现在得武汉肺炎的人 你失去知觉 很多皮肤不正常 舌头变黑 眼睛怎样 眼睛变红 变成怪物 你前辈子做坏事啊 有的年轻人 二三十岁就死了 家长很伤心 如果患成以前 以前我所遭遇到的说法 一样嘛 人前青年才俊 背地里难道女仓 所以你才会得病死嘛 不然我怎么不会 我一支疫苗都没有打 我怎么不会得病 我也可以这样说啊 这就是我心情越来越好的原因 知道了吗 真的天天开心啊 你看我蒙受了多少的冤屈 我现在 以前真的被笑死了 说你们爸啊 你们娘 你们爸啊 你们娘 让我们贪婚 这就是我们 很多人做盘来吃 现在我钱花不完啊 住豪宅啊 我的豪宅 本来买的时候才 一千五百万呢 刚好买完 台南市房地产都大账 现在同样这一栋 你至少要 三千多万才买的伤害 才刚买半年 就翻倍赚 钱花不完 财富自有了 送啦 我心情好了 怎样 所以我对面那个药师娘 我说的白雪公主 她有一天就跟我说 我看你现在能够这样 这么享受 你就是前辈子 有基因德 我听了真的 差点 差点昏倒 现在人家是跟我说 我前辈子有基因德 以前人家是说 你这一定是前辈子 杀人放国 你看 你老婆倒了 老婆倒了 现在人家看 我这样 穿惊待遇 吃喝不愁 但你永远没事情 这样营营没带子 这样驾来驾去 不像他们这样 每天朝九晚五 为了要 为了要 贪着两三万 这样 套炸被炸的 这样 装来装去 看我 这样营营 吃饭营营没事情 这样说 药师娘来跟我说 你一定是上辈子 积了很多因德 你才有今天的好报 我的天 天哪 好啦 反正我现在心情就是 很好啊 每天看死这么多人 老实说 我不想隐瞒我真正的 反应 我不是在那边伤心 说好可怜 大家好可怜 因为以前我是苦过来的人 被人家笑过来的人 现在我看大家这样 我都要反问他们说 你怎么会破坏到这样 你们老婆 你们阿公 你们阿嬷 这样破坏到 武汉会 是 你是 前辈子 杀人换活 强奸 轮奸 妇女 你哪 开酒 开女 开到过头 放不开 放不开 对方绝对没办法回答 对方绝对没办法回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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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英国阿美 死阿 不 啊 交代 啊 你英国阿美 死阿 不 啊 感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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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